全军处击 会话 卡特还是很猛的 小兽十块 刀妹不到 亏了 亏了十块 十一块 他不丢飞镖吗 剑飞镖 剑飞镖 这个火刀顺畅 我的先攻好了 十块 就这么稳稳的压他 捕刀也不露 是吧 那还是很 那么 那你不中伤 好不贪了够了 退回来 先攻好了 吃个药 吃个药 十四 思路非常的清晰 Gank我是不存在的 这有什么意思呢 有什么意思呢 多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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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漏了不少刀 这 我往这边站就行 我先攻好了 我先攻好了 这个血量一激光接个闪现平A 能不能杀 蓝量不够 只能接平A 一百二十五 想回家 不同 没有 舍不得回 二级 二级 红星能量 卧槽 什么鬼 坏了 卧槽 这 我接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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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们 其实 不亏的啊 它很伤啊 你要知道 这波线 他全没了 还有下一波 他非常的伤 再把我这波兵给吃了 舒服 我就不 我就不推 我就不推 我让他的兵聚在一块 吃我的小兵 他到现在 就没了 哎我差我点错了 可以 三四三刀还是可以的 下去了他下去了啊 我们看见了 那就把握给他推进去吗 他虽然拿了个助攻啊 拿两个助攻啊 但他很伤 他很伤 他很伤 感谢萝卜青菜都很可爱 他很伤的 像这种游走我跟你讲 在路人局里面是非常伤的一件事情 他只有两个助攻而已 你知道 他损失多少经验值吗 两个头了 吃了个头 没用 我只能这么跟你讲 没用 打维克多千万不能这么打 你一旦一走 维克多 发育很好 我得做一下视野 好 等下一波炮车我带回家 我们用小兵驱之气 加上我的量混乱通报一起 给个信号 我暂时 我们不能支援 卡特在前面支援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一个多支援是非常捞的 不要给信号就行 先攻 那兄弟对不起来 让我炸死你 我偷钱 好舒服 非常完美 这包不能回 他要求又多了 你看他这武器 他根本搞不清楚 他根本搞不清楚 这个节奏多棒啊 64刀 无敌了 一个人头都不用的 对吧 我这个发育 他等会就知道了 他错了 到了中期 你就会发现 我变成了大boss 他的队友 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一个人头都不需要 就这个补刀 就这个等级 碾压一切 所以记住 不要盲目自愿 你的自愿 可能把对面 养成了一个boss 但你却不自知 你会觉得 哇 对面好强啊 并不是对面强 而是你乱跑 他又支援了 他没有支援 我不懂啊 激光马上好 你懂的 完美 我都不懂了 他怎么就胆子这么大的 这波得胎 这现在必须得压进去 赶快吧 很舒服 感谢我叫KK 送上了两枚飞机 谢谢KK 现在我们已经赢了 这盘已经赢了 不管接下来我的队友怎么打不过 都已经不重要了 9分钟 81刀 一个人头 其实这个人头对我的家臣来说 也只是什么 也只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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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锦上添花 锦上添花 给我撤个蓝 我不会过去的 我现在有时候那边有人 而且他还很灵活 他在勾引我 我不会过去的 但是你 但是你这样子 我不管你有没有人了 我不管你队友在不在了 来嘛 无所谓 来嘛 打得过我吧 所以我也 哎呀 距离不够 难受 吃包塔圈 我有踢的 赶快走 赶快走 不就了 好 99头 难得里的苦楚 压他快三级了 这玩个屁啊 tp过来 这还玩个屁啊 这 对吧 队友还是优势 三级楼 三级楼 21块 打得好痛的 你考不清楚了吧 你在这啊 神兜鬼脸 现在知道我一个多的爆发了 我前面爆发不行啊 等我空手一出来 那这不 毁天 他就灭掉 这波 他不敢上 上我就秒他 哎呀 给他勾就好了 完美 完美 好 回家一包 有一个苦楚 这个伤害就非常变态了 对吧 关键是什么 这个等级 你等级压制之后啊 你这个技能等级高了 伤害就很明显 123招 队友打得好 对 这把我的队友打得的确不错 但是呢 这把如果队友 使得很多也没吃 我们这个装备也能c的 这个发育绝对能c的 我们继继续推薦 我并不会去贸然的打架看到没有 我并不会贸然的打架 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维克托 就是要发育 一个 补刀跟着时间走的维克托 你是没有资格骂他的 没有任何一个角度可以去怪这样的维克托 怎么办 只要他的时间跟着补刀走 他就是成功力 如果他的补刀超过了时间 那说明这个人起步大师 我就这么跟你讲 不管什么段位 只要补刀超过了时间 起步大师 上大师太简单了 知道吧 你有这个法语上大师太简单了 如果你的补刀超过了时间 还有人头 那就是王者 这个是什么 基本功 这个叫基本功 打击 打击 尝尝 尝尝 本来 再就 这里 这 是不是 打击 还 这 随 在中心 不要盲盲地跟着队友一起推进 无论你是优势还是劣势 那中期干什么呢 你看我们找一条路 单单 哪一条路没人 你就去哪条路 知道吧 因为中期打架 很多时候呢 没什么收益 塔推不掉 为什么 蓝不够 伤害不够啊 等等 所以导致你的收益是很小的 反而让你的发育 没了 知道吧 所以中期不要打架 待时机成熟时 就可以一波 吹掉 什么时候时机成熟呢 我们如果非要用时间来衡量的话 大概在25分钟左右 如果你的段位可能有白镜以上钻石 那可能就20分钟 节奏应用会快一点 心里有说 吃塔 吹塔也是个贡献 现在我不吹牛逼 一打三 轻轻松松 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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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 起飞的飞 起飞的飞 懂吧 这波我们可以过来 继继续推进 啊 继续拆塔 拆塔才是王道 好 上高地 大招直接放 不解释 高地塔给他拆掉就溜 好 用完成 OK 立马回家 不BB 补个巫妖 接下来干什么 TP 去下路 或者去上路都可以 TP 中期也是要补好每一刀 看看我们这个装备 这个伤害 我跟你讲 这卡特我都能秒他了 秒杀你懂吗 秒杀 但是在 花鱼这么好的一个情况下 我依然在坐着 花鱼 我可以吃个蓝 你看他们现在抱团 好像还有得打 对吧 其实完全没得打 我等会 一打团你就懂了 我这波他们在打龙 打完龙之后 他们会干嘛 来下路吗 这是很 对吧 我操 赶快吧 赶快 好 他们不敢接他 全是真眼 视野好得很 一击刀 一击瓜 三薄 并不是要K头 正好拿到了而已 来 不怕 有我在 让你知道什么叫伤害 大招 我都不需放 你看看这个爆发 再次爆大鸟 现在还18分钟 无论我的优势有多大 我们都不要轻易的选择推进 好 再次爆三郎 准备大龙 大龙收了 然后我们更新一下装备 就可以一波拿下了 再去上路 你看我们优势非常大 但是并不会盲目的推进 对不对 所以这一盘看到这个地方 大家可能已经有感悟了 玩维克托 最终的是什么 没错 发育 接下来 发育 没事 别怕 那你们恐怕搞不清楚 什么叫伤害了 那你恐怕就 你现在可能就懂 什么叫伤害了 伤害拉满 那你恐怕就 什么叫伤害了 你 什么 又我说我A说人了 但是不重要 你可以说我操作 那 胆子慢 还就大得很 我这帮操作是真的很烂 不然的话 对吧 我这帮操作真的很烂 我失误了 来个美甲的蟹红券 大龙拿了一波 带着 20分钟 对吧 可以出山了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刷 如果你这时候还是想 开始那样这样上下刷 就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你到后面 你就有一个装备的成长了 那你出了六身装之后 你所有的等级也满了 钱也没用了 对吧 你想想想 那么你就是停止发育了 而对面呢 才不停的发育 这个时候能不能打得 你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你的队友了 所以最好的出山时间点 就在于什么 在于你五件装备的时候 或者四件装备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个时候 你很猛 你发的很好 的同时 你还有一个发育的空间 对不对 然后一路碾牙去杀 还能发育 对不对 你要找到这个点 所以这个时候 对不起 疯狂打着 疯狂打着 或者就打龙 大龙小龙什么的 只要能出发战斗 你就打 对吧 你就打 把节奏就给它 带起来 所以各位知道了 发育到什么时候 就开始出山 来 很好 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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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能弹 提速 来 打不到 缓个速没缓到 无所谓 不重要 一波了 一波了 我现在的伤害 足以秒杀 一切神兔归联 来 折 thumb 抽 你看 你看我的伤害 什么叫伤害 你看 完全没有 对吧 战斗的 资本 战斗的 资本 二资本 是不是 二资本 二资本 不是 到 打